大概結構底大概進行到第18樓 勞建人員一走近 這位於高雄美術館附近的建築工地 立刻發現兩大重大疏失 包括二樓花台 無護欄 超過兩米高使用河梯 假設那麼老公朋友 不小心突然掉下去的話 5.4公分高速的話 吸呼啦 各位跟各位報告 要存活的氣氛不大啦 那麼河梯的運用 必須在奧工室以下才可以做 超過奧工室河梯 這樣有時候放斷很危險 忽然的 忽然的前方堆置太多物料 另外還有工地鋼筋 衛設戶套 板膜釘入突出之鐵釘 勞工未戴安全帽 伸仗梯舊出口 開關失效等等 12項疏失違規 當場被開罰24萬 我們馬上勒令停工 除了家長宣導 家長輔導 跟勤察之外 去採取仲察方式 那麼期盼說啦 期盼說啦 讓這種因為疏忽 造成的公告室管 能夠盡量降低到 你們的程度 高雄市勞工局希望利用 突擊檢查的方式 給予建設工地警惕 讓工地公安意外 不要再發生 大愛新聞高雄綜合報導